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位置呢是我们以前瓦邦部落的瓦王才能坐的位置啊 就是一般领导人才坐的位置 而且坐下来它有一个禁忌 就是什么禁忌呢 是不可以敲二郎腿的 至于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就是旁边的一个瓦族同胞告诉我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杨丽 哈喽大家好我是杨丽 我们刚刚不是在这个 这个什么寨子 瓦族的这个寨子停留了一下吗 现在我们接着要去左都村 还有十公里 我们目的地出发的时候 一共只有二十公里 走了几个小时还有十公里 三十公里是吧 那一共三十公里 现在还有十公里 你看下面的山 这个寨子我们觉得已经觉得很漂亮了 你看好高 我们就是从 我们是从对面那个红色房子那边过来的 出发左都村 请大家看一个水泥房 水泥那个石头公路 请大家看二十年前的路线 不知道是那门石头 二十年前我们那边没通公路 不大概不就是这样吗 来走吧出发 OK 走啊 我现在爱上这个摩托车了 挺好的 上车 上车 又遇到了一个村庄 但是去左都的路一直是这么难 但是其他的村庄都是薄油马路 等会我们去这里玩一下 你看左都的路 哇这个路太难了太难了 看经过了一路的翻山越岭 我们终于有点看到我们的目的地了 就是在对面 看到没有 应该就是那个村子 全都是茅草房大建的 它是在山顶 而且修得还挺好的 从这边弯过去应该就到了 重重关卡翻山越岭 我们的目的地要到了 走 你看这个路太难了 这里还算好的 我们的前面那些圣洁石都快抖出 抖碎了 那我可以治疗圣洁石 房车真的不建议大家来 有圣洁石的 欢迎来左都村玩耍 就是免费碎洁石 然后房车就不要开自己 开别人了 无所谓随便来 自己都不要来了 房车千万不要开过来 开不来 开不来的 十三公里这种烂路 走吧 出发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它永远不会堵车 到了左都村 我们已经到这个左供村了 但是走了一圈之后呢 发现它只有小卖部 没有说那种 没有吃饭的地方 小店都没有的 现在已经差不多三点钟了 我们午饭还没有吃过 所以我们在这里先泡碗泡面 吃完再进到里面 饿吗 好饿 然后先挑个西瓜吧 对 叫老板帮我们挑吧 开个西瓜 老板先补充一点糖分 感觉要晕了 好 只有两个小卖部 我们吃同泡面 老板先帮我泡了 他要提供能够冲泡服务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云南省普尔市南昌县 左都村 然后这边离缅甸的直线距离 只有十公里 看到这个楼梯没有 他这个楼梯是一整棵树挖出来的 一整棵树挖出来的 看这种细节 看 全都是一整棵树挖出来的一个楼梯 看到没有 不是一层一层的像我们沾上去的那种 树根挖出来的 那里多大的树啊 看 这么长 宽有这么宽的 这里有好多牛头啊 这个牛头也是很有历史的 在瓦族这边他们是以前是用来祭祀用的 和那些长 小姐姐武侠片看多了 不听帮主的话 你会死得很惨 本帮主来这里坐一下 帮主有什么可以坐到天下了吗 本帮主看你最近有点不爽啊 不好意思你先挂杆私立一下 你给我跪下 有没有这种帮主的气势在 这上面都是一些小动物 小老鼠 这个是一个野猪的皮 下面都是猪蹄啊什么的挂着 当然这些是不能吃的 以前我们瓦族的那些同胞 就是中间 原来这边都是一个大火堂嘛 在中间喝茶煮饭 然后把腊肉挂在上面熏起来 到时候就可以吃的 所以这个保留的非常完好 煮的吧 挺好的 这是 口味有点重 这是什么茶 可能我们平时喝的比这个淡一点 它这个比较浓 煮了一下就会浓一点是吧 可能我们平时泡就没有这么浓 但是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第一口喝下去的是 怎么这么色 润一下大家 嗯 嗯 对 就是第一口进去的嘴巴 你们上你们喝这个会觉得苦吗 会觉得涩吗 已经没有感觉了 我们第一口喝进去的有点苦 然后就慢慢的有点甜了 就第一口 其实还不错 在外面去看看 在外面去看看 哇 哇 这边好漂亮哦 这是一个观光景台吗 那边好多汽田啊 看到吗 哦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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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这边梯田到处都有哦 对 山沟 这是一个茶树 你看 这个茶树好大 这么大茶树啊 嗯 然后我们到这个矮一点的房子里面去看一下里面是怎么样子的 这也是一整个树 看到没有 掏出来的 哦 好黑哦 这里面是他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瓦族 组长的那个瓦王组长 这里面是一个 刚刚我们看到瓦王的那个房间的一个缩小板 那不是房间 那个是 大厅 大厅 而且这个门上都已经被熏得 乌漆马黑了 而里面房灯也是熏的那种油烟啊 很黑的很厚一层的 这个应该是原汁保留下来的 你看看一下 上面很黑 打个灯呗 嗯 里面比较黑 你看这个 烧出来的应该是 就是那个 那个 常年累月那个烧出来的火 是吗 就是 累积过 对啊 这就是那个平时烧柴的那个污渍嘛 油烟跟那个熏的那个 这个就是那个烧柴跟油烟混在一起的那个 看见吗 那个污渍嘛 看见吗 嗯 看得见 对啊 而且这个好矮啊 你看 陈阳站直 陈阳站直 这个房子而且好矮啊 我站不直 嗯 不是 我站不直 嗯 这应该是住的地方 对 一楼是养生养动物的地方 二楼是住人的地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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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还有人住着的 看到没有 但是好像没有人在家 门是锁上的 而且周围生活用品啊什么都在 水管还在滴水 还有一个洗衣机 对 这里还有人住 这个是以前他们瓦族的水利工程 接水用的 而且很长的发现 古人的智慧呀 他这个寨子是以前的那个瓦族部落留存下来的 但是现在呢政府已经给他们全部都搬迁掉了 搬到上面重新修了那个安置房给他 我刚刚跟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沟通了一下 他说是08年开始这个寨子的人才慢慢的搬迁走的 而且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来的时候路况不是很恶劣吗 现在路已经在修了 还有一个坏消息 坏消息就是他说六月份开始要收门票了 现在是四月份 所以要来的话还有两个月时间赶紧来哦 马上就要收门票了 他周边都已经在就是说在修建了